三位結痂一樣 所以說本身健康的塵香素沒有價值 要生病了才有價值 那本身的話有油脂之後呢 密度是不是比水還要大 比水大的話就自然而然塵在水裡面 那是告訴我們一個觀念囉 不要被塵香的迷思給所欺騙了 塵香素的油脂不一樣多 剛剛講過是要外的因素破壞嘛 那會每一顆的油脂一樣多嗎 當然不會 所以就等級的區分 很多人都說 我在路邊買塵香啊 一個一百塊 那你這邊為什麼賣一個一千塊 有沒有差那麼多 就是等級 一百塊那個是沒有油脂的 只有塵香的木頭而已 那個點點不會香 所以是等級 決定於它的價錢價值 那本身塵香可以來做一個藥材的使用 它可以刑器健衛嘛 剛剛有講過 所以它的椰子也可以泡茶 也可以燉雞湯甚至敬藥酒 如果有塵香木泡的話呢更棒了 甚至可以用塵香 那我們繼續就往外面這邊來了解一下 還有一個方式我們可以來了解一下說